乘坐飞机时,起飞前客舱都会广不安全须知 每个座位的前面也都会有安全须知卡 飞机起降时,空乘人员会对客舱的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提醒乘客调置座椅靠背,打开遮光板 有些朋友对这些不太理解 其实所有这些规定可以说都是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 是全球民航业通行的安全规则 如果谁要违反它,大家应该当场与之座坚决斗争 不然发生意外的时候将会极大的影响大家的安全 今天我们就逐个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些宝贵的民航安全规定背后的原因 1.收起小桌板 收起小桌板是为了保持逃生通道的顺畅 飞机如果迫降,舱门逃生将非常的拥挤 救援人员可能会砸破机身救援 这个时候如果小桌板处于放下状态 将严重阻塞通道 历史上为此送命的不在少数 虽然飞机设计有专门的破拆口 但因为可能伴随烟雾或者是火焰 救援人员在哪个窗户都是有可能的 因此不仅要将自身的小桌板牢牢收回 也要监督周围的小桌板都妥善收起 不然如果有人需要从那里经过 放下的小桌板拦下的可能会是通过人员的性命 2.调直座椅靠背 飞机的客舱空间非常狭小 起降时调直座椅靠背的原因 与收起小桌板是相同的 现在有些航司减少了座椅能够倾斜的角度 有些公司不允许安全出口的座椅向后调节 但因为紧急逃生时每一排可能都是逃生通道 因此所有的座椅靠背都必须在起降时收起调直 逃生通道永远是越宽敞越好 这样当拥挤的时候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两个人卡死在这里 历史上有很多空难 最终发现都有遗体卡在客舱通道里的情况 3.打开遮光板 飞机在万米高空没有阴天 白天永远都是艳阳高照 所以需要有遮光板 但遮光板必须在起降时打开 就算是暴晒也不许拉下 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为了在紧急情况下 乘客能够看清周围的形势 飞机客舱其实采光很不好 发生火禽时容易烟雾弥漫 一团漆黑 当意外发生时 如果不知道哪里有出口 也不知道机舱外是否有危险 那就等于被事先装在了棺材里 起降时必须打开遮光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是因为救援人员也需要知道幸存者在何处 大部分的迫降都可能伴有伤亡 而且多半伴随有火禽 救援时间极短 救援人员也面临爆炸等危险 所以救援人员需要马上弄清 客舱里究竟还有没有幸存者 关闭了遮光板 等于关闭了生命的窗口 四是取下耳机 取下耳机比较简单 这是为了让乘客 能够听清紧急情况时的广播 不然别人都穿上纠身衣 按照机组的指令采取措施 带了听不到或者是听不清 岂不是自询短见 五是下机前不允许给救生衣充气 这件事有非常典型的例子 当年 埃斯俄比亚航空的波音767 在海面迫降时 召集给救生衣充气的 都被憋死在了客舱里 因为飞机迫降可能入水 水一旦进入客舱 穿着充气的救生衣 就无法潜水逃离 只能被顶到最上层 活生生地跟飞机一块沉了下去 民航的安全规则很严格 但有的乘客数字不高 经常有人看到空姐离开了 就重新放下桌板 后倾椅背 或者是关上遮阳板 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 大家一定要明白 这不仅会影响他自己逃生 也会严重威胁我们的市民安全 必须坚决纠正 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